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水泡其实是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 聚集到受损皮肤层下的液体可以起到缓冲的作用 使外层表皮免受进一步的伤害并帮助其恢复 是否挑破要看水泡的大小和部位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感到不舒服且水泡比较小 不用特殊处理这样的水泡不会自行破裂 身体会吸收它直到小腿 但是如果水泡比较大或者长在脚跟等经常摩擦的地方 可能会引起不适并且限制我们的活动 这时候可以在水泡底部轻轻戳一个小孔 也就是开个天窗让里面的液体流出来 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长摩擦部位或者较大的水泡 然后自行破裂造成感染 如果你决定挑破水泡 记得要先洗手 有条件的话还可以用杀菌湿剂轻轻清洗水泡 然后用酒精消毒过的针头在水泡上扎一个小洞 让液体完全排出 没有消毒条件的话也可以前往医院求医生的帮助 以免消毒不彻底引发感染 水泡中的液体通常是无菌的 戳破水泡后不用死掉泡皮 它可以起到保护伤壳的作用 之后可以在水泡上涂上抗菌药膏 最好每天清洗并使用抗菌药膏 直到水泡愈合 好了朋友们感谢关注 只好是常识了解更多常识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